还有事呢 还有就是说考勤的事 我问你考勤的时候 你为啥不给我请假不允许 我没说你请假不允许 只要你合理的话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是正常的工作的话 谈工作的话可以 如果你适当的家里有事也可以 但是你总请假 而且你是我给你的人情 你根本都不屑 你觉得这个事是正常的 你总请假 马姐 你给他什么人情 正常的话他要是请假 我会给他通融 但是他有的时候的培训也请假 而且我们培训公司 是不允许请假的 他也请假 但是我是正常理由请假 那我家里就是有事啊 培训是不允许请假的 提前四五天就会跟大家说 说培训是不允许请假的 而且你说生活中 你要有事的话 我可以在生活中帮助你 但是工作上的事 你不能总请假呀 而且培训是为了 更好地提升自己 每个人都请假 家里都有事 那你说这培训给谁赔的呀 找到理解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就是我在公司进行业业的 我问一下 就是我入职以来到现在 我业绩是不是一直在前面 我业绩坐到这儿了 我就是有事 我请假 有啥不对的呢 你议长还跟我说 让我家老总请假 这未必对啊 业绩好 不是你在公司 可以超越制度的理由 我想问一下 那你作为主管来说 你就是乘上起假呀 那你就应该说给我假 你行 你不给我假也可以 那你坐在职位上 有啥用啊 那我咋用制度管理人 就不用你的吧 我直接用老总管我吧 你总让我找老总 找老总的 你看我这写的啥 我都不用再举了 我就全程就保持这样的 我跟你说 他总是用公司制度来压人 那实际上有一些问题 你们知道吗 那我行 你总说说什么 培训培训的 我一开始刚入职的时候 入职一年多 我之前每一场培训 我是不是都在参加 我问你 你这种参加是正常的 因为你刚才死前是小白 你现在你膨胀了 你认为你很多东西 你学会了 你也不用培训了 你认为你很多东西 培训跟我没有用了 所以你想想你才进公司一年多 进公司十年的 主管级的 怎么都拿着 在这平心静气来培训 你怎么就不能呢 你总用公司来压我 那你说总用公司来压我 你作为主管 你就是城上旗下的 你做不到城上旗下 要你干啥 但是如果培训的时候 我说了 公司就这么要求的 如果你认为你的事 比公司的培训重要 你可以跟老总请假 你怎么说的数据 不还说到这儿吗 再说我是带私利来的 而且你说 我也是带客户过来的 是不是啊 然后的话你所有 你跟我分配的客户 是什么样的客户 而且是资源 不是很好的客户 是不是啊 你自己心里都应该很清楚 几位调解团成员 我就先撤了 你跟帮帮忙 我也不撤了 好了这样 我求求您 您理解理解我们 行吗 不是不理解 但是我得话说 我明白 其实 您听我说 我必须要打断您 你肯定跟他们说过很多事了 有些话您说的 我们大概都听明白了 但是现在场上有点一边倒 你看就我一个支持您 你看看都亮红牌 您这急什么呢 他确实业绩做的还行 但是他不是说那种 老业务员他能逼拼的 就是一定是这样的 我问一下 老业务员的话 有的他连产品都不懂 你不承认吗 你们这么陪下 为何老业务员 你都做不到他 对产品的特别熟识呢 你知道吗 我当时他 我最先前见他第一面 他就说 我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自信 最大的缺点也是自信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他过分地自信 他认为老人 他业务能力他不强 现在咱们就可以回去拍个板 咱们就考考基础知识 看谁打的会 可不可以 你的基础知识不是很牢靠的 我这是今天 我把这个话要说出来的 很多时候我觉得 这些话呢 有些时候会伤人 但是我今天 我必须得跟你说了 你认识不到这点 你觉得自己很厉害了 但是我什么都不用学了 我现在大客户 我直接就能谈下来了 谈不下来一定不是我的事 一定是这个客户的事 他一定会认为这样 我跟他找不到同频点 他一定是这样的 你先别这么说 你本身就是对我有偏见 我不知道你偏见在哪 我希望各位老师能听一听 因为有的时候吧 我跟他真的纠缠不清 我跟他说的时候 我只要跟他说的时候 我就是为了他好 我希望他能进步的 但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 他总是认为我针对他 总是认为我在对他 毕业死我了 好 好